有一位渡性的空軍退役中校 被指控遭中共情報單位吸收 協助發展組織 以金錢 招待旅遊等方式 來拉攏現役的軍官 更是要求對方 在臺海發生戰爭的時候 採取消極不抵抗作為 被檢方起訴 一審是依照違反的國安法 判刑四年 上訴到第二審 今天是駁回上訴 維持原審判決 軍情局推上校張超然 捲入共諜案 涉嫌引劍退休 同袍等人接觸中國情報人員 並交付資料遭到起訴 前國會助理陳維仁 則涉嫌接觸中國情報人員 受命在國會媒體記者間 吸收成員還企圖竊取 總統蔡英文等人健保等資料 而選判處十月刑期 而共諜危害國安 近期更出現涉嫌規勸軍人 暫時不作戰的說法 國防部空軍渡性推移中校被指控遭到中共情報單位吸收 涉嫌以贈送現金等方式 拉攏現役軍官 在臺海發生戰事時 採消極不抵抗 被依違反國安法起訴 而一審判刑四年上訴到二審 二十四號維持原判決判處四年有期徒刑 不過近幾年共諜案平傳則有立委批評 涉及國安案件 檢方在偵辦或起訴還不夠積極 時常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涉及國安案件法務部擬定提高審查成績 直接由二審偵辦 有立委呼籲加速推動修法不要再拖 而犯生透法上陸近兩年沒有起訴案件 也有立委質疑是否修法 對此法務部長蔡慶祥則回應 暫時沒有要啟動修法 記者傳新陳信隆台北報導